他會指一個公證骰子三次 A表示第一次出現三點的事件 A的話 這是一次 三點 B表示第二次出現四點 B的話呢 這是二次 四點 C表示三次出現五點 出現點數 C表示第三次出現五點的機率 事件ABC是唯獨 當然是啊 因為我第一次甩跟第二次甩的話 他是沒有互相干擾的 所以ABC的話呢 三個都是獨立事件